好 现在进入乌俄战情势 线上的是我们资深记者庄志伟 要请问志伟的是战争进到第123天了 现在最新的战况如何 根据我们目前所了解 最新的情形是在台北时间 昨天晚间北顿涅斯克市的市长 他已经在电视上宣布说 整个北顿涅斯克市 现在已经完全遭到俄罗斯军队的占领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他表示现在在北顿涅斯克里面 俄罗斯已经正在扶植另外一位所谓的指挥官 希望能够重新来整顿整个城市里面的秩序 而另外一方面在北顿涅斯克沦陷之后 跟他只有一合之隔的另外一座双子城市 利西昌斯克也陷入苦战当中 根据亲俄民兵表示 他们跟俄军现在已经攻进了利西昌斯克的市区 正在跟守卫当地的乌克兰军队展开激烈的巷战 和国际媒体预期说 这场战争可能在几天之内结束 利西昌斯克很可能也会失守 而除了乌东地区以外 包括了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 以及哈尔科夫等这两座城市 这两天也都持续遭到俄罗斯的飞弹攻击 虽然没有传出人员的伤亡 但是在哈尔科夫已经有传出当地的民财 还有更多的办公大楼都被摧毁 当然在乌克兰方面 他们也不是没有反击 从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这段画面 就可以看到他们正在使用 美国所提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展开反击 虽然美方不愿意提供射程300公里 可以搭配海马斯使用的陆军战术飞弹 但是海马斯火箭系统本身的射程就有70公里 这也是强化了乌克兰的攻击能力 另一方面根据了解 CNN的报道当中也分析指出 西方供应乌克兰武器的速度 可能还是缓不济及 因为以北断尼斯克来说 虽然说乌克兰的说法是 他们是战术性的撤离 但实际上就是不管人员的数量 或是武器弹药都实在打不下去了 而且是现在乌克兰所面临最危险的问题 英文 好 那至于这个围棋两天的G7峰会登场 在德国的巴伐利亚举行 那这峰会预计也会讨论到乌俄战争 以及能源粮食的危机 详细的分析再交给据委 针对G7峰会的召开 美国媒体CNN的报道指出 现在无论是G7或者是欧盟国家 应该最主要他们想要讨论的 就是要顶住国内的经济压力 也要想办法来持续的保持团结 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现在的战场 不只是在乌克兰 同时也是要直接挑战 所有对他们展开制裁的这个国家 其中包括了禁止他们的粮食出口 还有禁止他们的这个能源的出口 天然气出口切断 以及加强这个国际间的 加剧国际间的通货膨胀 以及能源价格 都被俄罗斯拿来当作 对抗西方世界的武器 而爱兰总理也表示说 现在俄罗斯展开的这个战争的 规模之大 可以说是二次大战以来 所首建的 而英国首相强生 日前在出访卢安达的时候 他也强调说 其实他现在最担心的是 乌克兰最终可能会被迫要面对一个不好的和平 也就是在西方国家迫于自身的经济压力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会逼迫乌克兰忽略自己的自身利益 而去跟俄罗斯求和 但另外一方面呢 事实上俄罗斯虽然现在看起来打的是比较顺利 但也有美国媒体引述这个西方情报官员的说法 认为俄罗斯的这个成功可能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 因为他们打到现在可以说就是用狂轰滥炸 但以这样子来消耗弹药火炮的速度呢 无论哪个国家都是没有办法持续的 他们一预算呢 可能俄罗斯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展开攻势 接下来就会面临一个攻势完全没有办法推进的一个转捩点 反观乌克兰虽然现在是打得非常苦 但只要他们能够继续坚守下去 在未来几个月随着西方所提供的武器弹药逐渐的到位 而且训练完成之后 他们还是有机会能够转手围攻 但另外还是有一件事情让整个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就是刚才在新闻中所提到的 俄罗斯正在准备提供给白俄罗斯相关的伊斯坎德尔弹道飞弹 他可以搭载核武之外 他们也可能把白俄的苏凯25战机升级 也能来搭载核武外界分析 这就是俄罗斯把白俄拖进来 希望能够让西方国家不要继续干预这场战争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